第三者中醫可以介入一下的地方就是可以延長病人的生活時間 為什麼?它可以增強身體的免疫抗腫瘟能力來恢復免疫的功能 怎麼說? 誠實,癌細胞的周遭有非常多的免疫細胞存在在這邊 這些免疫細胞有好有壞 就像我們這個社會裡面有好人有壞人 像醫院裡面有好醫生、壞醫生一樣 我們身體裡面的腫瘤的附近其實有所謂的正義的一方的免疫細胞 有些是幫助我們身體對抗癌細胞的這些正義的一方的免疫細胞 但是有一些是屬於邪惡的 這些邪惡的免疫細胞 反而會讓這些腫瘤長得更快 使腫瘤長得更好 就像這樣一個問題 身體裡面腫瘤其實存在著正義的一方跟邪惡的一些免疫細胞 但是我們病人本來我們的免疫系統是應該來鋪上癌細胞 但是我們的癌細胞卻可以使用一些方法 有利用一些手段讓我們的免疫細胞瓦解 不但瓦解 會使得原來應該是正義的一方幫助我們身體裡面的免疫細胞 都不見了 反而是讓邪惡的這一派越來越厲害、越來越多 反而跟他這些邪惡一派首先手在這邊擴展很好 所以如果我們中醫就會認為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正義的一方的免疫細胞重新把它扶持起來 就有辦法把這個邪惡的一方的免疫細胞把它去除掉 如此就可以讓所謂人類白症的治療能 可以調到比較好的一個結果 也就是說本來免疫細胞的狀態 我們經由中藥的一個免疫調節之後 使用免疫細胞的狀態重新活動到正常 但如果說我們可以搭配所謂西醫的這些多專科的醫療團隊 所給予的藥物 再加上我們中醫的服證確血療法 基本上是有可能讓這個免疫系統被抑制的狀態 這樣重新被回復起來 我們來看看說實際上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這邊有一個中西醫血核用這樣的概念 去把一個將快死掉的國中老師就救回來的例子 這個病人在103年3月的時候 其實他就知道自己是一個乳癌 但是他是一個三陰性的乳癌 這個病人在接受他就好去找片群各大名義 每個醫生都跟他講說先不要開刷 先做化學治療 結果他就真的乖乖的做化學治療 他這樣做也是對的 結果化學治療的理由 結果他每打一種化學治療 不用兩個月 他的這個腫瘤的size就double一遍 變大一遍 結果他把所有的化療都快打光了 結果他腫瘤變成這麼大顆 這麼大一顆 這時候我們再找我們就給他再做切片 幾樣還是三陰性的乳癌 然後他這個情況下應該沒辦法手術這麼大的腫瘤 怎麼手術 化療已經都被打光了 怎麼辦 這時候我就給他說 那不然就做個放射線治療 反正你也沒有做過 做多看 結果原來其實我這樣說其實我有用意的 因為我們放射治療在你沒有做過 像這個病人沒有做過放射線治療 應該推測來講 要被放射治療的效果應該不錯 那我們給放射治療以後 基本上癌細胞會被放射治療給造進去 他可能就有壞死的情形 這時候壞死的時候 那些癌細胞會釋放出一些抗原 這些抗原就會驅動我們周遭的免疫系統 去證實說 原來長這個樣子了 叫做癌細胞 我們的免疫系統就可以趁死因此而活化 來攻擊這癌細胞 這樣的想法看起來好像很不錯 好像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而且這個是一個正規的癌症治療的手續 這個叫Obscopate effect 通常我們在癌症治療當中 我會發現到說 我電東邊的腫瘤做放射線治療 西邊的腫瘤很可能還會縮小 這就是所謂的披抑治療的效果 但是這樣做真的會有效嗎 就好像說 其實我覺得這樣做是 我本來我認為是效果不好 就像Obscopate effect 也沒有什麼不太有可能去控制癌症 怎麼說呢 雖然放射線治療已經啟動你身體乘風已久了 這條免疫抗癌症的戰車 但是最像什麼 我早上說中午講的 這個戰車雖然這個電門已經被你啟動 準備可以要開車了 可是身體裡面這些邪惡的免疫細胞會扯後腿 你想要讓正義的這一幫去攻擊癌細胞 但是邪惡的這一幫會扯後腿 扯後腿會讓這個戰車怎樣 搬車就沒有效果 那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呢 我們就給他一個抗血管新生藥 再加上一個中藥的免疫調節的東西 基本上你可以發現到說 不到20天 不到20天 腫瘤你看 不但沒有變大 反而有縮小的情況 而且縮小以後 就找我們可敬的外科醫生 不是這樣 可敬的外科醫生 幫我們把腫瘤給切掉 所以切下來就是第三切重點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基本上是這樣 邪惡的免疫細胞 站在多數的情況下 我們會造成什麼 它會讓腫瘤血管產生異常的現象 也就是說 它會有血液的神經 這時候會讓這個血管 呈現異常的狀況 會使得這個腫瘤裡面的缺氧氣 呈現缺氧的狀態 一旦缺氧就會使得這個所謂的 邪惡的免疫細胞更活化 間接著會造成免疫的一致 所以如果說你用一些低劑量的抗血管新生的藥物 再加上我們的免疫調節的重要 使得這些邪惡的免疫細胞 能夠數量減少 比例減少 這樣是不是可以什麼 這樣就可以重新的去疾 把這個邪惡的地方去掉 重新的把這個正義的免疫細胞重新複製 複製起來 這時候就可以使得啟動 刺激免疫的反應 啟動免疫副下的反應來消滅其膀 外側病人做了手術之後 後來做了治療 後來整個腫瘤共治得非常好 這樣聽起來是很好的 很讚的方法 但是這種東西聽聽就好 因為這東西是危險動作 不是那麼簡單的 希望不要自己回去嘗試 最後做一個結論